《杨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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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杨龙梅 是道名逐篇的《非裔城之人》 我从小出身逐篇世家 家族是三代人 40多年一直都是城市竹编事业的 我是从小耳濡目染 因为家里面的人都是从事这个 是打小就跟竹子打交道 我自己全身心的投入 是因为大学毕业以后 我回到家乡来的 今年也是我在竹编的行业里面耕耘的第11年 从我爷爷那会儿就是开工厂 然后再到我父母那一辈 然后到我这儿 他一直都是在这个从事这个行业 道明竹编呢 目前它是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 最开始是以这种记忆为主 但是发展到今天呢 它已经涉及到竹主题的装修 装饰 建筑 公共艺术搭建 美城 文创产品 工艺品等等 它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 道明竹编它之所以是一个国家级非遗和地标 主要其实道明的这些精美的工艺品 它主要是源于我们这个优质的这个竹资源 我们当地有一种竹子叫瓷竹 它的韧性非常好 那个竹节的长度非常长 而且四川的这个竹边它是非常有名的 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供给皇宫当供品的 一颗原竹从选材开始到制作成这个精美的手工艺品 它至少经过手艺人的手 十多二十次的工序 正常的来说我们一根竹子变成竹丝和竹条 至少是二十八次左右的这种工序 比如说我们的选材 就是刮青 去捷 破竹 制灭 分撕等等 我们当时作为法乡的青年回来 我们当地政府以及这些 他们都是给予了我们很好的平台 比如说送我们去中央美院 上海美术学院 四川大学等等 让我们去这些学校进行进修和学习 让我们能够在艺术方面受到熏陶 根据我们所学的这些东西 再加上我们自身会的这种手艺 我们就能够去跨界融合 然后去创新创业 其实我们的竹子很有趣 就是它的表现形式非常多 就目前我们都是大地提倡多用一棵竹子 少砍一棵树 我们竹子它在一定意义上 它完全是可以替代木材的 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工艺品 它还可以做成这种家居家居甚至是建筑 一竹而居以竹为生 对于我来讲 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其实更多的可能是一份热爱 并且在我回来的这么多年 我也一直是把它当作是我毕生的这种事业在做 而且我也在想 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家族三代人守护了四十多年的工厂 那我也想挑战看看 能不能把它做成百年企业